我可以带着你 温达 好像已经摇摇欲坠了吧 不好意思 收我直言 我是寻找合作伙伴 不是要去当谁的救世主 艾达已没有资金 而没有好的设计团队 现在看来 辛宝瑞还是我最理想的 合作伙伴 资金方面你不用担心 等会儿 嘿 宁总 怎么样 昨天的民族不错吧 你真的是非常有品味 你早上醒了以后 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害得不都吃到了 原来是这样 不要误会 宁总说的是早上 那你原来怎么没有忘过 好好好 没有关系了 其实呢我不在乎这些人 但是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啊 你们俩一个新宝瑞 一个的艾达 平时不会打起来吗 我们这儿从来不吵架的 工作嘛 不管是花露谁家 最后都是乱在我们家 是吧 你这样做着不累吗 还好啦 你刚说的资金问题 其实我们H集团 已经入股了艾达 至于设计师团队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以我的人脉资源 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 帮你组建一个最完善的团队 卫斯 这是谈判处 在谈判处上 不能说我差什么 你不给我什么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要不这样吧 为了让你更有信心 我邀请你去领海 去艾达参观 如果考察结束你不满意 到时候再说弄也不晚啊 但是 我已经答应宁总 先去新宝瑞了 是啊 怎么办啊 那正好啊 既然去一趟领海 为什么不把两个企业 都看一看呢 一键双标 你说呢 令总 你女朋友真的很执着 那你怎么说 令总当然不会 左指挡是爱她参观的 对吗 对啊 干嘛要组织啊 我们新宝瑞 本来就不怕货币三家的 你都决定了 那好吧 既然应总都已经这么说了 但是先说好 请你们两家 拿出个资最大的成果 无论我先到哪一家 只要我有一点不满意 我立即大倒回复 是的 我跟张已经见完面了 顺利吗 她对爱达的设计 不太有信心 所以我希望你能尽快 重新组建一支设计师团队 十天之后 她会来领海考察 好 交给你了 你过来一下 那我猜一下 贵士这边有消息吗 艾达要与档合作 首先要创立一支 强有力的设计师团队 你去统计一份 林海誓最好的 最有潜力的设计师资料给我 可以啊 如果是新人 都会认可吗 创作需要天赋 虽然经验很重要 但是好的设计师 一定是发现技巧 而不是通过纯熟的技巧 被发现 这一点我们知道 大自然也明白 有海外经验的 我们重点吸收 你就不怕别人说我们艾达 重量没完 若真如此 只能说明他们格局太小了 对了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要 先把我们公司 最有潜力的这位搞定 实在不行了 就用苦肉气 却你手上这声还没好 好 干什么呢 又是谁送的花啊 不是送我的 是送你的 送我的 谁送我的 谁 李志诚 你脑袋里面怎么全都是李志诚啊 见色网友数 不是他 不是他还有谁啊 我 你送我的花 阿姨 你终于良心发现了 我实在太感动了 谢谢 这个花 确实是利益的账户 还是他送的 好吗 你俩这 昨天牵手 今天送花 你俩是要搬着结婚去啊 没有 什么呀 别胡说八道 我都看见了 昨天在露台 手拉着手 深情相望 似弄相对 这利宝斯不愧是行李 真利啊 这么快就攻下了 林大设计师的芳心啊 不过 这利宗已经表态了 你是不是 应该送他点东西 我送什么呀 我送他礼物 你还说不喜欢他 哎呀 哎呀 林大设计师啊 他心里有你 你心里有他 两情相怨 心心相心 合适 你送他 送他 别出幺蛾子 我们 我们 我们就是 就是有 共同目标的 战友 战友 共同目标的战友 也不知道上次谁 被利总给骗了 你小脾气 你小台狗 吓人 别说这事了 他已经 跟我道过歉了 而且我确实有点太冲动了 人家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为了艾达创立品牌 这样一想 反倒是 执着于想做独立设计师的我 就有点自愧不如 一点委屈都受不了 为了梦想也不愿意付出努力 这件事就告诉我 做事情还是要沉稳一点 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对不对 来 走 走 魏凯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跑去任何事了 你腿伤还没好呢 韩静我跟你说 现在时间非常紧急 我们必须马上晚上招兵计划 走 魏凯你看看你 腿伤都还没好呢 你折腾什么呀 没时间了 都要马上要来令海市考察 我们必须抢到艾达前套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真的没时间了 魏凯 新宝瑞高新品 现在很多新锐设计师 都被他们说了 这么快 你以为肯定是在死定的 我们爱达达 他本身是迷上出身 且声誉在外 只要他振臂一虎 无论是海归还是新鲁 你首选一定是他 想用技术 和名誉 来吸引人才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 魏凯也行 也对 不过如果魏凯能够说服Dong 跟我们合作 我就不信找不来 是 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招募一批神经师 好让荡相信 艾达是有这个实力 是 林浅那边 你说 他或许会有我们设计师吗 师哥 师哥 师妹 不好意思我这两天一直在忙工作 我都没来看你 你看你还带了水果 你怎么样 伤怎么样了 我挺好的 你快坐 我都快出院了 没事你放心吧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 我都没问啊 那天那帮人 到底是什么人啊 一个个穷穷极恶的 根本就不像是本地人 那些人 是我之前去云南小镇采风的时候 不小心招惹的 师哥 这次真的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了你 这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我是你师哥 下次碰到这样危险的事情 一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这是什么 花啊 我知道这是花啊 这个花是林浅姐让我特意的 可以买来送给你的 送你一句话 花开好时间 有花看者持续者 我去忙了 您想想那句话啊 再见 对了 您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时在盛约克 做错的那些设计啊 记得 其实我觉得那会儿 才是青春的原动力吧 嗯 是我们那会儿梦想的初心感 所以我一直都很珍惜 我其实一直都记得 我们当时一起获奖的那次 嗯 那才是梦的开始 所以现在我在新毛瑞 开始组建我自己的团队 就是要把梦想变成现实 所以小姐 我特别想跟你一起 去实现我们最初的梦想 能够关于设计的梦想 师哥 你真的很厉害 一点都没有浪费你的住院时间 嗯 嗯 嗯 师哥 我很感激你 一直以来 对我这么用心 这么有诚意地邀请我跟你一起工作 其实我也很怀念我们上大学的时光 那时候多单纯啊 我们齐心合力 一起完成我们的设计作品 所以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特别地开心 嗯 但是 事已事已 有时候事业也是要讲具缘分的 就像 你现在在新宝瑞 而我在爱达 两家公司一直都属于竞争关系 是对立的 虽然 我跟爱达的合作时间不长 但是 通过这次合作我真的 学到了很多 有了很大的进步 同时 爱达也对我很看重 所以 在来这之前 我决定 跟爱达训愿 那不管你怎么选择 我都会尊重你的决定 谢谢你啊师哥 怎么整个决定 尝尝笑 怎么办 这么地 肉 远远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 猴子 你们是暗中把日落吗 我担心那些坏人不会善罢根绣 不放心你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世界 我也不会让任何人碰 你这样 你这样让我觉得我好像欠了你 很多人情 而且 谢谢你送我的花 花 不是你让雅力送给我吗 不爱呀 不爱呀 这个阿姨 她又瞎捣乱 不爱是 但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情 不过以后要有这种事情 我一定会亲力亲力 我 我 不爱 谁能经营这 世界 早啊 早啊 阿姨 早 辛苦了 好 辛苦了 好 拜拜 白白 陈雅仪 咋呀 我要跟你算账了 算账 干什么 过来 丽志诚根本就没有送我礼物 你骗我 他说他没有送过我话 你知道场面有多尴尬吗 我这是为你俩的感情加点催化剂 你不觉得你们俩发展太慢了吗 你自己都说人家为救你受伤了三次 这要是放在古代啊 都能一身休许三次了 小姐 那也不行啊 我是个女生 你知道我给男生送离婚 还丢死人了 我不活了 像丽总这种打架一把手 谈个恋爱默默唧唧 老不出手的清汤挂名型的 只有一个办法 主动出击 这你今天晚上就要把你的身份给定了 你是从呢 还是从呢 还是从呢 什么鬼 你以为我不能再出这种搜主意了 你 你有什么想法你得告诉我不能瞒着我 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啊 你有心理准备就不好玩了 一定是他打来的 喂 林浅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 你看 我刚收完电话就来了 太着急了 你去吧 你认识他吗 当 我知道 是我同校师哥 那你觉得 艾达跟他合作怎么样 跟他合作 怎么合作 当 一直想找一个中国的设计团队合作 共同打造一个联合品牌 我们一直在争取这个机会 一旦合作成功 设计部分 将融合两国特色 但是最终搞 需要当确认 风格要与风格同步 在中国的部分 设计 生产 销售 都有我们全部负责 可是 风格的设计风格比较美国化 而且 衣服质量一般 价格又很高 我们跟这种又强势 又有自己设计特点的品牌合作 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附属品 这对于未来建立自己的品牌很不利啊 这个我也想到了 但是艾达现在需要 来快速地打开市场 而且我们也需要他们的品牌运营模式 你可以带领你的设计团队 去跟档推荐 可是 潮牌设计不是我的强项 我的强项是设计时装礼服 这个没关系 我会给你配备设计团队 你只需要领队就可以了 可我一直想做一个 中国本土的时尚品牌 艾达不会放弃独立设计 等和Fancy成功合作之后 我会着手建立一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品牌 让我想想 前菜的海鲜酱不要 因为这位女士会对海鲜过敏 你帮我换成松露油 滴两滴就好 墨汁三文鱼里面的迷迭香 帮我换成螺乐叶 主菜是花椒十螺烤羊排 配菜和酱汁都没问题 但是螺乐叶帮我换成薄荷叶 好 羊排要我成熟 放手 谢谢你 等一下 羊排我想换一下配菜 背书呢 我都饿得前胸踢后背了 不行 这家餐厅我预定了很久 我只是想让你品尝菜饼的最佳口感 那是我饿了 现在也挺好的 先生抱歉 刚刚最后一份特色烤羊排已经售出了 您看是否需要换一道菜呢 刚才不怕有了吗 不好意思 我抢先一步 小人就是小人啊 小人就喜欢多人所好 看来 竟然学校是自美其的企业都坏了 易大小姐这就生气了 如果你特别特别想吃这道菜的话 我不介意合伙拼装 我介意你 一道破菜有什么合气呢 对啊 不就是一道菜嘛 你哥哥输了韩卡达的项目 也没见他这么生气 小小项目我二哥不至于生气 不过你们背地里做了什么 也就只有你们才知道了 这个是达世无闲止 小人死狗曲 对了 云少女神闭目答谢修 会在仁和举办 你来吗 不会是因为爱达输给了我们 所以不敢的 不是不敢 只是不想 况且你们这个活动有点 不想不就是源于输了吧 做人呢心胸应该开阔的 谁说我不去 静人 好 那就一言为定 可别到时候临阵脱逃 我说去就会去 我等你 慢慢吃 去 It's going to the秘密 吃啊 你一言 人家一直等你半天都没吃了 快吃吧 是 不知道 你知道 小人像的勾字是什么意思吗 多读点书吧你就知道吃 喂 哥哥 你在忙吗 难得呀 你主动给我打电话 说吧 有什么事啊 也没有啦 就是有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你 呃 你知道Fansy这个品牌吗 我知道啊 美国一个很著名的潮牌 他们老板是我的朋友 每一季他都会送他们的衣服给我穿 哦 真的啊 那正好 你跟我说说你觉得这个牌子怎么样 年轻人的牌子嘛 张扬 浮夸 我实在是穿不太出来 对对对对 是的 是你们要跟Fansy合作吗 是我们丽总有这个打算 而你并不喜欢 我也谈不上喜不喜欢 那我一直对潮牌都不太了解 也不擅长 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任何品牌合作 我一直想的都是做中国自己原创的品牌 可是目前在国内做原创 不太合适吧 和国内的审美 建商都还稍稍差一点点 支持原创的土壤可不好啊 所以才需要好好培养 西方也不是天生剧这样成熟的 想要实现梦想 总得有一点感谢于别人的勇气 所以你是打算站出来 反对这一次跟Fansy的合作吗 没有啊 我 我还没想好 艾达现在在困境 也需要分析的帮助 哥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如果换作是我 出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我会跟他们搬走 毕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是达成目标最快的方法 但是 但是我的妹妹 是个很厉害的服装设计师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 不违背自己的初衷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别的利益不要考虑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不要干了 不要干了 跟我回美国吧 什么别干了 什么别干了 你又说了 好了我正事说完了 拜拜 好 靳远 我觉得四美妻娶办那什么人上的事 你还是别去了 不行 我得去 不去向我怕才说 不是怕 是不屑 四美琴和温达本身就是竞争对手 我是不屑于去 不过既然海口已经夸下了 我就得去 说到得做到嘛 而且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 问你还在经商 我怎么可能拒绝了解竞争对手的机会 这些都是我和你哥的事情 你要想的是怎么保护好自己 对不对 难道我不是丽家的人吗 我也可以为温达做事情的好不好 你怎么就不懂我对你的用心呢 这么大声干什么 吃醋药了 你干嘛停车啊 我跟你好好谈谈 晨晨她是一个花花公子 她健烈欣喜 她接近每一个女人都是不怀好意的 然后呢 然后我希望你离晨晨的女人 就算不为自己 为温达也应该怎么做 说完了吗 晨晨你真的不要生气 我是在关心你而已 真是在为你好 为我好 不然之我告诉你啊 就算是我爸还有我哥 也不能打着关心我的谎子 还干涉我的生活 你又是谁啊 你凭什么对我的生活指手怪小的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吧 停车 我说你给我停车啊 我让你停车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不要命了 你不要命的是明白 大胆人有话说话 别逼远逼逼逼拿车出去 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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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 请不吩咱 眼见 那你打下手 不是吧 那不就变成 他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最后果就真的是打下手的了 打不打下手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对啊 你跟VC的设计 就像美剧一样 一个 是欲望都市 一个是 嘻哈王国 你给你考虑清楚啊 我跟你说 我觉得不行不行不行 我考虑清楚了 不行也得行 你想啊 艾达 经历了安卡达和选门店失败之后 这些应该算是背水一战 历史诚能把这么重要的合作交给我 那是完全地信任我 我不能辜负他 我得帮他 对啊 按道理说是不应该帮他 但 按情感上是要帮他的 对吧 我们拿好的方便想吧 这就相当于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等你创立了联合的品牌以后 咱自己的就顺理成章 顺道俱成了 就跟之前你做的抢显一一样 刚开始不也不会吗 最后都成功了 嗯 叫浅浅 我支持你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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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浅加油一定能行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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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浅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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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浅加油加油加油 车子 李总 我已经想好了 我愿意跟当合作 但是我对潮牌的设计不是特别了解 我不知道设计出来的结果 会不会令你们满意 没关系 我不是说过要给你配备一个设计团队了 你也可以邀请同学呀 朋友什么的加入 谢谢你啊 林杰 不客气 虽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但这一次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学会啊 我向你保证 这只是一个孤独期 这次先积累经验 以后我们自己做 那你的长期规划有多久 不只有长期规划 一年 三年 十年的短期规划 我都有 十年对你来说是短期规划 那你的长期规划呢 三十年 三十年 那到时候我们岂不是都老了 能跟你一起走到吗 想想还挺好的 这一定是我听过最感人的爱情故事 你许我一个未来 我为你改变宝道 这算不算负成负随啊 不不不 我们是从品牌发展规划方面去做决定的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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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 你看啊 优衣库创立于一九六三年 H&M创立于一九四七年 还有扎若最年轻创立于一九七五年 LV 丽 还有爱马仕 都创立于十九世纪 虽然说衣服是一夜之间可以做出来的 但服装品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那我们只能一点一点来 跟着当也是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来 赶紧把沙发搬下去 好 还有地面上的那个垃圾收一下收一下 好 快点 喂 梅子 我要去美国了 你做了决定啊 这是爸爸的意愿 你还记得我之前答应过你吗 只要你愿意 你就是云上女神 不 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了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没有 明天 明天爸爸公司里头有一个会 没办法送你去职场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好了 不要埋怨爸好不好 你只要记住 爸让你去读商科 那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好 明白了 好 爸爸 谢谢你 谢谢你 没什么 我就只是想这样说 好好照顾你自己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还是那么漂亮 才是呢 一点都没变 感觉刚毙呀 这一转眼三连过去了 对啊 时间过得快吧 对了 你还记不记我们那个师哥 就那个博士生姓林的 宁维卡 怎么了 他现在呢 也在做一些自己的品牌 他在找服装设计师 看了一下他的方案以后 我有点心动了 你要加入新宝润啊 我这回来就跟你说这个的 不会吧 我今天来是希望你加入艾达 你不再考虑考虑吗 对不起啊 主要是你知道 像我们做服装设计的 一般都是希望自己设计的东西 能得到别人的赏识 希望我们团队的理念呢 能达到一致 但是 我想要的是这个 艾达也可以啊 艾达现在的老板年轻有为 又有魄力有才华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吸财 他能看到我们谁想发光的东西 我现在在那做得挺开心的 你再考虑考虑呗 可是 让我们勇敢地去爱 去赎罪 去寻找自己 身披荆棘 受写前行 而无法 没敢 只要你愿意 你就是云上女神 浮个新色的唇膏吧 走 出发 靳远 我送你去机场吧 不用 我自己去 我昨天对你发个息是我不好 我以后不会了 靳远 靳远 小小子 给我 哥 对不起 好久没来看你了 我找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艾达 终于要做自己的品牌了 我知道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 你拿酒过来什么意思 我只想祭奠一下吧 明明知道我可烟酒而亡 你还能够在哪儿 你拿酒来侮辱他是吗 这是我跟你大哥之间的事 明明不知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 你今天当着我大哥的面 告诉他 是不是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背叛了他 你说 如果比我找到你害死我大哥的程鱼 我一定会让你血斩血肠